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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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除果神珠都你一条果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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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周 一周可殺千人的 英雅果第一殺手 西皇 去死吧 有了牧尘珠掃平龍國 指日可散 是你 神王殿主月天 你竟然親自來了 牧尘珠乃上主神物 是帝母所化的鳳凰頭 其是兒等蕭索之位可以觸碰的 想要牧尘珠 那就看你有沒有這個本事了 我得不到的東西 我得不到的東西 你也就想得到 這什麼 啊 我砸了 砸 你們幹什麼做住手 住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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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把一個廢物 也退得上親王的喪禮 九皇子早已遠離紛爭 你們為何還要不遺不饒 趕盡殺絕 就不怕遭天譴嗎 就這麼個廢物啊 啊 還有 在大夏太子就是天 誰要是得罪太子 可得死 誰要是知道了 是不會放過你的 父皇他怎麼會在乎這個廢物 不過 我本王挺在乎搖曰你的 你放開我 你想幹什麼 問什麼 當然是幹什麼 在這個廢物的靈堂之上 原理你的女生 本王想想就自信 放開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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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放開我 放開我 九皇子上司給你 剪子豬如家陛下 就這麼一個破珠子爺 你別說是父皇 今天就算是天王老子來了 不死 逃死了 夜 夜 夜天 你你你怎麼 沒死啊 不是 你你食言食鬼 九皇子夜天 犯上作亂 即日起 被匾出京城 發配雲州 無召不得入京 父皇可真是煞費苦心 表面上貶德 實則讓你遠離鬥爭漩渦 甚至還把江群之女 許黑給你 不過那要怎樣 像你這樣的貨色 本宮一根手之頭 就能撵碎你 哈哈哈哈 舅弟 死吧你先去雲州 便要好心想那樓蘭公主的 真是醜顏 她最好男色 用你這身子骨 怕是吃不消吧 哈哈哈哈 我這次穿越了 我成為了大下的九皇子 更是在邊吹 還要被人偷吐 好 夜天 啊 你原來是裝死 行 正好 你就看著本王 怎麼玩弄你的女人 九皇子救我 她一個廢 連自己的搞命都 乖乖 從了我 從了我 本王縱橫魂 攻身創魂神 四方乖敗 竟然穿越了 連自己的女人都不放火 從包式上 救命 你放開我 不知死活的東西 本王的女人你也敢碰 反了 反了 雷人 我殺了這個廢物 殺了他 就是 三皇子 你眼裡還有沒有王法 竟敢當中的師兄 師兄 師兄 本王殺一個廢物 叫師兄 那叫清理垃圾 三皇子 天堂有入你做錯 地獄無門你偏要闖 既然這樣 就給你個痛快 給我殺了這個廢物 殺了他 不可能 不可能 身手什麼時候變得這麼好了 三皇子 你不僅像我狐狸 還一頭欺犯我撤飛 這場 你才怎麼算 別以為你會些三小貓的功夫 我就怕了 我告訴你 你要是感動我 太子不會放過我 殿下三四 三皇子此次是與蘇小姐一同來的雲 他要是有什麼閃失的話 蘇小姐一定會知道 到時候 會迎來數不盡的麻煩 窩囊廢就是窩囊廢 你敢傷我一下試試 傷你 真是太便宜了 我要 誰的命 這是要是傳出去 我們全都得陪葬 這你們看似清楚 實則是我 關起信息 還是高手 這個時候呢 你還在想這些 想什麼 想 殺你 你在說什麼 你一個雲州第一美女 想方射馬 靠近我 廢我 不僅不願意士氣 還演三皇子 肩上 我不知道殿下 你在說些什麼 不知道 看來 你真是一個 手無腹肌之力的弱女子 你最好向我坦白 要不然 我就在這個地方 吃掉你 殺死 放開我 你放開我 來人了 救命 就算就 我告訴你 我什麼都告訴你 你放開我 說吧 是你母親派來的 請貴非擔心你 遭太子的毒手 特派我 來護你的安危 以你的使命 不 況且你們保護了我 我怎麼 說不是你非要去青龍 怎麼可能撞毒 唉 其實也太子 家裡有個 有外國小子 結婚 太子早就是你 現在你又殺了三皇子 看來這趟風波是逃不過了 所幸我就把真相告訴你 好 本王就聽聽 你怎麼解釋 你先放開我再告訴你 你的母親秦貴妃 是錢秦皇府 主人這些年為了復國 創立了江湖第一史 神機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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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機閣可是江湖的第一派 不僅冷革大老闆高手 還掌管一下所有的情況 沒錯 主人有令 若你是可塑之才 神機閣便由你掌握 助你征戰四方 九龍國 我 沒想到老闆都是深 吹的 不僅大小的角色 更是江湖第一世 有意思 你想幹嘛 做什麼 自然是做男女之間該做的事 我不是都已經告訴你了嗎 啊 殿下 你可別忘了 是本王的側妃 你無恥 殿下你別這樣 謝天你這個混蛋 我要跟你拼命 怎麼 昨天晚上不是很享受嗎 一個丹徒子毀了本姑娘的清白 你還好意思在這兒說 你以為 本王身為雲州 你還想以後勾搭別的男人 我 夜天 我家小姐蘇紫薇到了 你還不滾出來迎接 沒想到你這麼快 走 帶你見識我的未婚妻去 蘇紫薇 就這麼著急嫁給本王嗎 大膽 你個廢物皇子 竟然敢冒犯鎮國公楼虎大將軍的女兒 夜天 你要是有病 就趕緊找個大夫看看 怎麼 被我說中了 惱羞成怒了 小子 你找死 你一個被貶到邊垂的落魄皇子 居然還奢望娶本姑娘為妃 真是實行妄想 本姑娘 無限於你這廢物真兵 今日本姑娘前來只有兩件事 第一 便是尋找在雲州失蹤的三皇子 三皇子 三皇子去哪兒 我怎麼認真 難不成 我還不吃了 你這廢物狗活至今 自然有你的手 但三皇子乃太子親信 他要是有什麼閃失 一定要一百次腦袋也不夠 哎呀 幸好 本王的未婚妻竟然在擔心別的大人 蘇紫薇 你可要弄清楚 你是本王的未婚妻 我的婚姻大事 我做主 我近日前來 就是讓你死了這條心 這便是我來的第二件事 會婚 你可要搞清楚 我們之間的婚約 是父皇和你父親決定的 你 我蘇紫薇 我蘇紫薇 十三歲 帶兵攻下瓦邦國 十五歲 寫下絕世兵 騎兵率 十八歲 成為大廈僅有的女戰神 享譽天下 而你身為大廈九皇子 還畏縮在這邊陲之地混吃等死 取武 你配嗎 我還以為你有多大女神 說這麼多 完了 哼 一個長期的尿骨子軟蛋 什麼臉面 這裡目中無人 罷了罷了 如果貶低我 能夠我又顧你那可憐的自尊心 那你就繼續了 今日這關 你是想退也得退 不想退也得退 這是皇太后的意思 目的就是為了讓我跟你這個垃圾退婚 你沒有拒絕的資格 我身所求 是你這個廢物不能理解 朕所謂 無由不知重物 糾纏 存錢不足 你一個落過皇子 指不定哪天 就死在了皇子鬥爭的 我可不想給你這個廢物收穫 所以 今日這關 你會定嗎 蘇紫妹 有些事情 不要想退 你要搞清楚 今天這關 不是你退婚 而是本王修了你 想見你夜景 你 還不配 夜天理成 我退婚 是為了救你 太子一直忌惮我倆的婚姻 我讓你退婚 是為了讓你躲避紛爭 沒想到 你竟然這麼不知好歹 小子 馬上跪下你小姐道歉 不然 我就把你打成死狗 殿下 狂刀是 排行榜第十名的高手 也就是一個什麼都不如的狗東西 狗賊 拿命來 這東西配我抽手 要越來越上 夜天理 你再往前一步 就是一具屍體 這怎麼可能 這個廢物身邊 怎麼會有這樣的高手 這怎麼可能 狂刀可是五榜前師的高手 他怎麼可能會輸 本王再怎麼樣 也是大下九皇子 你算什麼狗東西 蘇紫妹 我勸你以後 注意不要身邊跟著這種 連你生命安全 夜天 看來三皇子的失蹤 果然跟你有關係 我好心提醒你們 五皇子已經帶著三千浮屠 在趕來的路上了 什麼 五皇子已經來到這了 不錯 所以夜天 好好珍惜為數不多的生命吧 我們走 等等 本王准你們走了嗎 你知彈扶不上牆的爛泥 難無成 還想洞鋒消消不成 這是樓蘭的雪晶極 風火燃 大戰器 樓蘭 這是打算攻城了嗎 將軍 樓蘭公主親自率軍 來到我們雲州城外叫鎮 讓我們現出這皇子 讓他做男主 否則 他就率大軍攻破雲州 好他可去去樓蘭 竟然趕過雲州散 此皇子 倒是要去見你 夜天 你這是上趕去做男寵嗎 女人 不要挑戰我的耐心 持相就給我避腿 夏胡賢 我樓蘭大軍押近 要嘛 交出九皇子 要嘛 就讓你滿城的百姓 跟你一起陪葬 戴利斯 昔日我大相 好心幫你們樓蘭一百 你們全恩將仇報 良心被狗吃了嗎 如今的大廈 那九位皇子 攪得名不聊生 我樓蘭此舉 乃是就大廈的子民 於誰或之叫 臭屁 敢踏進我大廈 死 敢踏進我大廈 死 雲州總帥夏侯潔 見過少將軍九皇子 你還不趕緊找個角落躲起來 保住自己的狗壁 本王身為雲州王 守護雲州是個王子 九皇子之前 可是跑得比狗都壞啊 九皇子這身子 怕是經不起幾層車 你若現在就來跪舔我 我今日便可暫且退 那本王要是敬 那我樓蘭大軍 將踏破城門 讓你這小小的雲州 欽刻覆滅 九皇子 別廢話了 能用你這廢物的肉體 保護咱們雲州百姓戰士的安康 也算是遲了 夏侯 需要你教本王做事 兵臨場下 你一個帥做的事 夜天 你以為戰爭是兒戲嗎 兩軍交戰 拼的是糧草托起和增援 一旦戰敗 整個雲州就將淪陷 到時候 老百姓家破人亡 血流城河 夏侯統算 一根這種 只知道身色全滿的廢物說這些 沒有任何意義 沒有任何意義 我大廈的領土 一裡一毫皆不退人 放股大廈人 雖遠必住 總是馬格古屍 大廈的脊梁絕不可能彎 這還是那個混蚩童死的廢物 事情還是藏桌 看來 你並沒有傳說中的那麼魂愧不堪 九皇子 本公主今日 就將你的驕傲踩得粉碎 再瞳滅雲州 看看 你這眼中 所謂的大廈幾個 這是我樓蘭第一高手 萌圖 今日 你們有三次擊敗他的機會 只要能贏一場 我便帶兵撤離 若是 三場都輸了 本公主即刻率兵 攻入雲州 混賬 我大廈皇庭 豈是你們這些蠻蠻小國可以羞辱的 天天 要不是你 我們怎麼可能收這樣的七十大路 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的廢物 有時間詆毀本 如如好好想起 對 本公主最喜歡看你們大廈狗咬狗 要是你們打一架 忍得本公主出手 豈不是一件美事 樓蘭小小 豈敢造賜 老夫今天親自出馬 讓你知道老夫的厲害 夏侯總帥親自出馬 取勝 已是囊中之物 哼 這廢沒敢治你老夫 老夫上庭沒有上官 也有幾千 曲曲樓瀾何圖掛齒 喂 商量誰第一個出場了嗎 要是怕了老子 趕緊現場投降 混賬 我今天就要把你摘與馬相 夜天你就真大你的眼睛 好好看看 一會兒一定會認識 混賬東西 看老夫如何將你摘與馬相 混賬東西 看老夫如何將你摘與馬相 哈哈哈哈 什麼狗屁雲東總帥 簡直不堪一擊 你們大廈 若都是這種走廊犯貸 趕緊現場投降吧 怎麼可能 夏侯狗吹竟然輸了 夜天都是因為你 一定是你叫烏鴉嘴 剛才我已經說過 夏侯 夜天 你跟我閉嘴 大廈收入在此 你還在這裡風言風語 還有半點男人血性嗎 算了 還是本王先來收拾這個殘血 哈哈哈哈 就你這身子虎 也配跟蒙徒對決 你若這麼想跪舔我 直接過來便是 蘇紫薇 你不是她對手 夜天 你真是夠了 笑話 我們小姐 身為女戰神都不是她的對手 難道你這個廢物是嗎 大小姐跟你退婚 真是迷智之舉 是垃圾 還能上少將軍 夏仇不可語弊 今日本小姐就讓你看看 什麼是與你之別 明明身上有傷 還非要逞强 殿下 蘇小姐是大廈的女戰神 不可能會輸的 大廈男人都死絕了嗎 派個女人出戰 不要命的東西 少將軍居然輸了 本來就有傷 否則怎麼會輸給這個龍來蠻子 這種貨色 也配向女戰神 看來 我們首富大廈 指日可待 蘇紫薇 你退下吧 本王替你找不上 廢物 你主動獻神 就是對雲州百姓最大的貢獻 手下敗將 還敢口出狂語 夜天 你 你們都商量好了嗎 若是無人出戰 這雲州城就是我樓瀾的 公主 我看他們也派不出人了 不如我們就直接殺進城去 二等消息 休要胡言亂語 今天就一箭子送我們歸西 夜天 快退下 根本不是他的對手 我們小姐都不是他的對手 你得去送人頭吧 一個廢物皇子 想挑戰我樓瀾第一高手 夜天 你想死 直說便是 都給我睜開眼睛 好好看看 嗯 嗯 不知己看好 這一箭 可以開天門 真的還有禮藏的手段 難不成 這能占什麼福 怎麼回事 怎麼忽然間天地變色 中城都給他露音 本大爺 一槍滅師 什麼 門徒怎麼可能會輸給這個廢物 他竟然一箭殺了樓瀾第一高手 不可能 本王乃大下王室幾方子 杏夜明天追風 雲周王墮陣邊垂 震懾樓瀾 不可能 你一定是用了什麼卑鄙手段 我樓瀾第一高手 怎麼可能會輸 一定是這廢物史詐 本公主要親自抓你回樓瀾 莫難寵 夜天 這是你自找的 公主大人 脾氣這麼長 小心架不出去 關你屁事 我倒要看看 是何等容顏能下得千鈞萬嗎 你給我滾下去 給我滾下去 否則本公主讓你碎石萬段 好 那 什麼樣 實在是沒想到 九黃絲口味這麼重 不吃廉恥的東西 兩軍陣子如此浪大 勇氣我大小掩面 這樣 也說是棋手 你不落凡臣的夭月還更是一種 竟然你更是有的素質為之事 該死的燈圖子 給我滾下去 來人 給我殺了他 嚇哭了砸碎 敢犧逐我們公主 親刀萬寡都不夠 別說本王碰了你們公主 就是睡了你們公主 你們樓瀾又能拿我怎麼樣 葉田你 怎麼 生氣了 你難道忘了 你們那樓瀾第一高手 死得有多慘 葉田 本公主願賭服輸 今日所受的委屈 本公主來日 定要讓你百倍償還 退兵 來日再見 活兒就這麼好嗎 還是年輕好啊 恭喜殿下 七開得勝 要不是我和少將軍 耗費了蒙徒大量的體力 才讓你這個廢物 僥心撿了個便宜 兩軍對峙 你還有心思挑釁樓蘭公主 蘇紫衛 你這是吃醋了嗎 你這廢物東西 也配讓我吃醋 殿下 你在裡面 你到底跟他在做什麼 你做什麼呀 最好是 趕緊交出三皇子 否則你就等死吧 三皇子 他現在墳頭草 怕都有三米高了嗎 這夜天是風了嗎 這要是傳出去 我們死無喪生之地 你個廢物 現在只剩下三嘴蹄子的功夫了 我沒有時間跟你廢話 交出三皇子 還能保你一條小命 本王的命 需要你才保 夜天 你早晚會為你的黃旺付出代價 那麼好 就搭 瞧 天那個聶主竟然還活著 還殺了樓蘭第一高手 蒙圖 黃祖母 我也沒料到 他還有這等本事 風兒在雲州施了蹤跡 夜天還敢趁死大出風頭 簡直是著死 雖然這就召集殺手 和雲州刺史 勢必將他碎尸萬段 還有蘇紫薇 好像也在護這夜天 蘇紫薇 他要是不失抬舉 便一起殺了 是 女兒們呢 真是星客星客呀 快點在群里邊請 才聽說魚花葵再次掛燈 也就火急火燎地趕過來 也真這麼興急啊 我興不興急 你最興趣的 壞死了 放心吧 我今天過來 只為了償命我當主主的真相 夜公子 好久不見 今兒什麼風 把您給吹來了 怎麼來這兒還帶家屬啊 是不是嫌我們活兒不夠好呀 滾 今天我們是來找魚有威的 不想跟你們有過多糾纏 這麼兇 難怪你男人還來這兒找樂子 哎 都在這兒說法呢 沒過一句 滾 去去去去 一邊去 哎呦 我說借公子 你大人不盡小人库 千萬別往心裡去 我家又威姑娘啊 她一直在想著您呢 哈哈哈哈 瞧 又威姑娘的牌子都掛了 今天晚上凡是到這兒來的 不都是為了約見又威姑娘嗎 不過我家又威姑娘 今天晚上只能陪伴一位公子呀 哈哈哈哈 淳于 這醉瓜樓好歹也是雲州第一清樓 怎麼什麼阿貓阿狗都能清 哈哈哈哈 王公子 你稀怒別這麼大火氣嘛 凡是到這兒來的 您說哪一個不是為了找樂子呀 可是我看到一些臭藥販的在這兒 本公子就什麼信子都沒有 吃巷子趕緊捆 不然叫你吃巷子 都吃巷子 啊 是嗎 小子 你知不知道本公子是誰呀 就你這種貨色 可是本公子都懶得看上一眼 黃副公子可是雲州刺屎的獨子 你這種小蚂蚱敢在這裡瘋盪 我看你是老獸性上吊 賢命長 雲州刺屎就這麼不庸無人 嗯 是又如何 在雲州啊 本公子就是可以為所欲為 來呀 把這倆臭藥販 爭 黃公子 千萬別 千萬別 您就看在老身的面子上 這件事就別鬧了好嗎 你面子 哎 哎呦 你個臭老寶有什麼面子啊 黃副公子 是春衣唐突了 又為為您獻上一群 請您瞎氣 既然又微姑娘發話了 那這份薄面自然是要給 又微獻醜了 好 不愧是醉花樓的花魁 這秦翼實在是了得啊 本公子願意出黃金白兩 只求見上又微姑娘一面 感謝公子的厚愛 只是又微不愛好錢財 只喜歡詩詞 若是有人能與又微對上三句詩詞 又微便與閣下共度良緣 有意思 竟然是對詩 殿下 你還會對詩嗎 對於我來說 對詩只是雕蟲小技 廢話 課本裡的古詩可不是白廢的 又微姑娘 本公子從小苦讀詩書 平時啊 就愛著吟吟詩做作對 想必對上姑娘兩句詩詞 還不在話下 對不能對 還是個問題 別是個繡花枕頭 到時候對不上來 臉可就丟大了 你這個愁要犯的 竟敢誤入皇甫公子 你死定了 那本公子今天就讓你見識見識 什麼叫做才高八頭 學富五車 好 那就開始吧 落霞 與孤雾齊飛 什麼 竟然是王國騰王閣序中的千款絕句 莫非這與又微也是個穿越者 黃公子 你快對呀 我們正等著看你大展神威呢 又微姑娘出的這句詩詞 精妙異常 本公子還是得再想想 有了 又微姑娘你可聽好了 紅竹伴春宵一夜 皇甫公子不僅英俊瀟灑 還才高八頭 又微姑娘 你怎麼不說話呀 是不是被本公子的文才 給震驚到了 倒是被你蠢到了 懶得搭理你啊 大字不詩的臭乞丐 懂什麼叫做對詩嗎 本公子自小苦獨 三歲便能作詩 現在你一個廢物扣出狂言 你不過是嫉妒本公子的文才 嫉妒你 是個文盲 來人 把這兩個臭藥犯的丟出去 別在這丟人現眼 你好大的膽子 竟敢對雲周 你為什麼不問一下 又微姑娘的意思 好 王府公子很抱歉 又微今夜 恐怕不能與你共度良緣了 又微 你不過是個臭婊子 別給臉不要臉了 答不上來 就開始爽了 本公子對不上 難道你個廢物能對上 還真就被你說中了 追牛誰不會 本公子今天把話放著 你要是能對得出來 本公子就喊你叫爹 要是我對上 你可別賴賬 賴賬 本公子一個唾磨一個釘 你要是對不上 今天就別想離開這寺瓜楼 落霞以孤舞齊飛 秋水共長天一色 怎麼可能 這是千古絕距 不可能 天下不顯身熟了 魂財也是如此的非人 他的身上 到底還有多少命 趕食花見淚 判別兩驚心 野火燒不盡 春風吹又生 天生我才必有用 千金散盡 還復來 想不到葉公子 既有如此 還請葉公子上樓一穴 贏了贏了殿下 你竟然真的都對上了 不可能 絕對不可能 一定是你個臭婊子 跟他串頭好了 不然他怎麼對得上 對 這幾句詩 都是絕妙之作 他即便再厲害 也不可能 在這麼短的時間內 就做出來 皇甫公子 這幾句詩詞 都是高人所做 又微都打不上來 葉公子果然文采非然 回答的句句 精妙結論 剛才我似乎聽到你 說 要是我對手 就幫我叫 非 我告訴你 你要是膽敢上這二樓 笨 絕對讓你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誒 我這是走了三步了 本王要做的事情 天王老子來了 也攔伯 你 公子 想看看 你今天怎麼活著 離開這醉花樓 殿下 你跟我們這樣做 是不是太嚣張了 萬一黃虎玉帶人過來怎麼辦 來 殺一 來臉 殺一雙 我想 單獨跟與我為談談 你是怕我耽誤你們倆的好事吧 你見過葉公子 又微姑娘的詩詞真是精妙 本王甚是喜歡 只是本王有些詩句不解其妙 想請又微姑娘開導她 葉公子有什麼想問的 又微知無不言 好 即便我不便 下一個是誰 可能教材不一樣 你不知道有正常 那 宮廷玉月酒 值多少錢 這你應該知道吧 宮廷玉月乃皇家之酒 自然是天價 奴家 不知道價格 難道 你不是穿越者 葉公子 您是在說笑嗎 什麼是穿越者 奴家沒有離開過醉花樓 更沒有聽說過穿越這個地名 那這些詩詞是誰做的 又是誰告訴你的 鐵公子 我不能告訴你 那幼花魁為何要加害你 可以告訴我嗎 鐵公子 你說什麼我聽不懂 你為何略次害我 鐵公子 你在說什麼呀 你放開我 投毒害我的人 哪次不是 鐵公子 你放開我 請你自重 自重 屢次頭都害我 叫我怎麼自重 啊 鐵公子 我不知道你在說什麼 一個弱女子 在兩年時間 如何成為整個雲州的頭牌 又是什麼人在指使你 如何在短短的時間內 讓整個雲州 為你翻雲覆雲 葉公子 我 你最好老實告訴我 為什麼屢次害我 杜家怎麼敢 杜家怎麼敢 母親 到現在這個時候 還想殺我 你以為你還有機會 你這該死的下人 我即便殺不了你 還會有千千萬萬的人來殺你 你和一個狗皇帝一起去死吧 原來是大秦的遺孤 你以為殺了本王 你就可以萬事歎盡 當年我大秦昌盛 要不是你母親這個妖妃 導致我大秦落敗 三十萬大軍被下帝活埋坑殺 你母親卻轉入下帝的懷 身處你這麼個孽種 你不該死誰該死 將一個國家的新王 歸罪一個女人 我看你下子 還真是永遠沒有希望了 秦娥被主求榮 是鐵蒸蒸的事實 你不需要狡辯 念在你跟我母親 同為大秦人的份上 我可以好心地告訴你 母上從沒有忘影 並且她還創建了神機 什麼 天下第一勢力的神機格 是她創立的 要不然 我是怎麼在皇宮的 而於我价值中存活下來的 那這麼說 你之前的軟弱 都是你裝出來的 那不然呢 殿下 你要做什麼 你殺了我這麼多死 我當然是要討回一點利息 殿下 尤文還未破身 沒關係 本王會很溫柔的 那個臭老寶呢 給老子滾出來 還真有人來送 黃沐公子 黃沐公子 你暫時看什麼呢 看 老子身為雲州刺激 死兒子 還要受人物 我告訴你 實際上就把那個臭廢物交給 我 把于有為親子送到老子的床上去 黃沐公子 你激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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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這兒的人都得死 黃沐玉 就這麼著急去見炎王嗎 死到臨頭了 還在這装逼呢 黃沐玉 你真當有人給置日 你還真是不見棺材不落淚啊 來人 這臭藥犯的給我當場拿下 今天本公子就讓你看看 得罪本公子的下場 小子 使相點 趕緊跪下 省得我們動手 一群走狗 在這裏亂叫 黃沐玉 你身為雲州刺激之子 無作非為為非作歹 真當沒人治你嗎 這誰敢動我 別說你個臭藥犯的 今天就是九皇子在這兒 看見本公子 那鞋低的 還真敢搶啊 姚悅 給他流口氣就行 嗯小子 還在這装呢 一個臭娘們呢 是怕 闖闖功夫嗎啊 不吃死 哎呀 哎 你貼上狗嘴 留著也沒什麼用 我爹可是雲州刺激 你敢傷我 你一個小小的雲州刺激 什麼好叫 別以為沒人敢動你 哪怕把你宰了 死亡也不怕 你敢傷我 我爹必定滅你滿門 今天就算殺了你 他連屁都不敢 夜公子夜公子 萬萬不可萬萬不可呀 他們可都是一幫 吃人不吐骨頭的魔王啊 我們要是惹了他 我們全完了 小三 聽到了 還不乖乖的把本公子給放了 淳衣 我們要相信夜公子的話 姚悅 把這個狗東西送刺激府去 讓刺激好好看看 他到底生了個什麼豬狗 你還真是不知死活 趕進刺激府 明年的今日必定是你寄 閉上你的狗嘴 壯娘們你敢打我 太子親自傳來密信 夜天啊夜天 休怪 安關心狠 老爺 不好了老爺 狂狂正道幹什麼 不知道這裡不能隨便進嗎 老爺不好了 九皇子夜天 來人綁著少爺 來我們四師父 逃要說法了 豈有此理 本次是不去找他的 他倒是自己送上門來 簡直是招死 等我爹一到 你個死廢物 只有死路一條 是嗎 那我就找著瞧 死廢物 我不把你剁碎了胃口 我事不為人 蠢貨 喝點水 冷靜冷靜 九皇子啊 來之前 咱們也不通知一下 為臣 好前去迎接呀 臣 見過九皇子 什麼 你竟然是九皇子啊 皇甫大人 還真是公事繁忙啊 讓本王 這麼久 九皇子說笑了 不知犬子 哪裡得罪了九皇子 竟然被如此對待 爹 一個廢物皇子而已 趕緊把他抓出來 給他殺了 這狗子才敢嚣张一句 我去割裏的舌頭 九皇子 你別太過分 月兒還只是個孩子 不看僧面看佛面 如此羞辱 是沒把本王放在眼裡嗎 好一個二三十歲的孩子 還有 本王需要把你放在眼裡嗎 欺人太甚 本王乃是雲州刺史 置一州之地 保一方安定 你這般肆意妄為 也不怕含了百官的心嗎 月天 你不要太消 好一個保一方安定 你兒子稍杀搶掠 交奢演義 無惡不做 這就是你口中所說的 保一方之地 之一州之地嗎 好 老夫不予你政變 趕緊放了我兒子 不然 今天誰都別想走 沒人 是 殿下 此事不宜鬧的 要不還是算了吧 好戲還在後裏 夜天 這裡可是刺石斧 你要是再敢囂張 今天你就必死無疑了 哈哈哈哈 少一個敢這樣跟我說話呢 已經是一具屍體了 幹什麼 你快來弄他 能死在寶寶上 是你的榮幸 月兒 殿下 哀千刀的砸碎 一天 老夫得讓你血災血腸 好大的膽子 你們想以下犯上 建制當朝皇子嗎 哼 一個不受寵的皇子 跟路邊的野狗有什麼區別 別說直接綁了你 就是在這兒直接殺了你 也沒人會過問一句 皇甫堯 你可要想清楚了 殺皇子可是朱九族的死罪 朱九族 老子的毒苗 已經被這個畜生給殺了 還怕什麼朱九族 夜天 你要是自費四肢 像死狗一樣 給我兒子刻上七七四十九個響頭 我就考慮給你留個圈尸 那我要是不打 靜姐不吃吃罚酒 給我留活口 我要慢慢折磨他們 讓他們嘗嘗 什麼叫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有膽你就上 老爺 我還有老婆和孩子 我不想死啊 這是太子殿下的旨意 誰敢為命 老爺 殺胡射 上 嗯 殿下 你先走 我來斷後 想走 你這個賤人 還有這個廢物東西 誰都別想活得離開四身府 黃斧瑶 好大的膽子 參見女戰神 血都給我滾 殿下 你沒事吧 沒事 蘇大小姐 我們又見面了 葉天 怎麼是你 蘇紫瑋 你也要參與進來這件事嗎 黃斧瑶 你好大的膽子 黃子你都敢動 這個畜生 殺了我兒子 我身為人父 豈能視而無睹 不停地報仇 報仇 你兒子的豐功偉忌 本姑娘在京城 都略有耳聞 不要說 她被葉天殺了 就是本姑娘碰到 也照杀不悟 欺人太深 蘇紫瑋 別以為你有個當正國公的爹 就了不起 老夫已經絕後了 大不了 於死亡扑 這死活的東西 竟敢侮辱我家大小姐 你求死 葉天 早知道是你 本姑娘才不會前來解围 記住 你欠本姑娘一條命 我的命 不用你來救 殿下 我是擔心你 所以才喊蘇姑娘過來的 又位姑娘 你有心了 忘恩敷义的東西 你躲得了初一 你躲不過十五 要想保住小命 只有一個本 那我倒想聽聽蘇大小姐 有什麼妙招 那就是 交出三皇子 抱歉 這真 做不到 有言不敬的東西 你非要等到五皇子大兵赶到 才肯罷休嗎 老五算什麼東西 他五皇子趕過來 不讓他吃不了 兜就走 劉月 我們走 葉天 你別以為你有點三腳貓的功夫 可不就能耀武楊威 你這樣無異於以卵擊石 自取死路 哎 殿下 等等我 于有威 你為何對我家殿下如此上心 莫非是看上我家殿下了 殿下如此優秀 又為身心愛慕 有何不妥 小小花魁 眼光倒挺高 嗯嗯 兩位姑娘 要不咱們回去再說吧 你給我閉嘴 這有你什麼事 殿下 聽說秦貴妃身患暗疾 明日萬寶斋 會舉辦一場奇珍一寶的拍賣會 看到時候 能不能為秦貴妃尋得良藥 此話當真 千真萬全 要真有這個機會 我們去 說不定會有意外生活 殿下 既然無事 天色也不早了 又威 該些行告退了 哎 回去 你又得罪了刺史 你那醉花樓 你還能待著嗎 那殿下的意思 是可以帶又威回府嗎 當然可以 呃 余又威 要入雲州府也可以 但是殿下的臥房 不能踏進半步 好 我替王妃的吩咐 她怎麼答應得這麼爽快 我這是引狼入室嗎 走吧 你還不快跟上 哦 怎麼樣 安排好了嗎 你要是再敢帶這樣的女人回家 小心我淹了你 呦 吃醋了 殿下當以復國為己任 不應沉迷美色 這樣的女人 只會影響殿下的復國大業 沉迷美色固然不難 但本王 沉迷自己的王妃 總沒錯吧 殿下 這是幹嘛 春宵一刻值千金 可便浪費 殿下 這次可要清點 放心吧 不會弄疼你的 你真壞 于右衛 你一定不要放棄 林肖 今天壓住的寶物 可是 極北荒原上踩著 雙生雪蓮 光是聞一聞花香 就能包治百病 你放屁 壓住的 明明是奎隆的心臟 那可是花費了 上百個獵人的性命換來的 不過是一群 夸夸其壇的傢伙 以讹傳讹吧 姚悅 你竟然知道是什麼事 我得到最新消息 萬寶斋最近挖到一株 絕世水晶血龍身 傳說 它能包治百病 令人起死回生 今天這裡這麼熱鬧 怎麼能少了我歐陽雷呢 雲州第一大家族的家主 歐陽雷都來了 歐陽雷都來了 丟我們什麼事 裝飢 兜雷 殿下 你還是少說兩句 歐陽雷 背後就是太子 三皇子 想必他這一次 就是為了血龍身而來的 這血龍身 絕不能露擾他們之聲 竟然是他們 殿下 你認識他 他可是位故人 竟然是這該死的登徒子 小姐 要不要親自解決 不用 今天的正事 是拿到血龍身 絕不能讓他 落入皇室的手中 各位客官大家好 我是這次禁駕的主持人 雅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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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龍脊 什麼 竟然是龍脊 那可是春秋寺晚年的風神之座 是啊 龍脊神劍鑄纏六十餘載 春秋寺大師曾說 能拔出龍脊者 必定是一方雄主 有意思 還有這 天下間 能配得上龍脊神劍的 只有陛下和太子殿下 這把龍脊神劍 我歐陽家買定了 歐陽家主 山安勿躁 龍鷹之聲 此劍通靈 真乃神劍也 這劍好有隱形 劍未出窮 竟發出這種劍 殿下也早該買一把神劍傍身了 以神機堂玉堂的賺錢能力 買下整座雲舟 都綽綽有餘 本王看上的東西 何須用買的 用錢 是玷污的 你不裝你會死啊 此劍 只贈 不賣 我萬寶齋 受春秋老前輩的後人所托 只為能夠找到 可以拔出此劍之人 各位客官 願不願意試試 我來 我也是試 嗯 一群蝼蚁 也妄圖染指神劍 此等神劍 只有太子和陛下 才配擁有 為何不貴 為何不貴 有趣 我倒要看看這個廢物 怎麼下台 你算了什麼東西 還讓我下跪 趕緊滾回你的雲舟腐敗 少在這丟人心 歐陽雷你招死 嗯 都起來吧 謝謝殿下 歐陽雷 我懶得跟你這種貨色計較 沒聽到規矩嗎 要想拿到龍己神劍 上台一試吧 九皇子說的沒錯 還請歐陽家主 遵守規矩 是是是是 歐陽家 雄技雲舟 算是一方雄主 有何不敢 開 歐陽家主竟然沒能把守龍己 看來他并不是有緣人哪 歐陽雷 你似乎拔不開啊 我拔不住神劍 難道你這個只知道吃喝玩樂的廢物可以 站著說話不要他 哼 本王要是能拔出來 你怎麼應對呢 夜天 你要是能拔出神劍 我這腦袋 我下來給你當球體 你這個豬腦袋 本王不屑體 夜天 你找死 今日你要是拔不出神劍 給老四跪下 磕頭認錯 原來如此 九皇子 難道連失一失的勇氣都沒有嗎 現在滾回雲州府 還來得及 今日若你當真拔出龍己 只會成為重視之地 這不易臭的落敵之行 夜天 下城啞巴了 我看這位公子似乎和這柄劍很有淵源 弄弄玄虛的廢物 我就把話放在這兒 這一把神劍 除了陛下和太子 無人拔得出此劍 閉上你的狗嘴 中眼看著 這位公子不妨一試 在搞什麼 就他 一個由頭粉面的小子 也配龍己神劍 讓你試就是 兒等蝼蚁也配 我竟然能拔出龍己神劍 不可能 這根本就是騙軍 不可能是龍己神劍 他這個草包 不可能是龍己的主人 閉上你的狗嘴 你自己拔不出來 就說是假的 小子 把龍己交給我 這等神物 不是你可以擁有的 我既然能拔劍出鞘 歐陽家主 難道想搶奪不成 只怕你有命拿 沒命帶走 歐陽家主 這是要搶取豪奪了 給我等著 公主大人 本王這份大意 如何啊 滾 恭喜這位公子 拔出神劍 從今日起 你便是這位神劍的主人 天上落風 還好難色 這是我們今天 壓軸的拍片 絕世血龍生 想必各位客官也知道 血龍生的價值 所以他的起拍價 一千萬兩起 每次加價 不得低於一百萬零 我出 五千萬兩銀票 五千萬兩 出手竟然如此擴出 看來歐陽家主 實在必得呀 這傢伙原來這麼有錢 看來 是時候又找一個機會 載他一筆 我出五百萬金票 這顆血龍生 本公子要定 太有錢了 五百萬 金票 看來這個好小子 這次 怕誰又要吃別了 砸碎功了嗎 你才跟我搶神劍 現在又搶血龍生 是我要獻給陛下的 你敢跟我搶 公平競爭 架高准 本公子名正言順 何錯只有啊 錯就錯的 你說錯了人 來人 想讓我走 除非我死 毛都沒長齊 就別出來裝逼吧 把神劍交給我 不讓殘劍留你 這居然是 王冰府的殘劍 這居然是歐陽家的人 看來某人 要有威脅 怎麼樣小子 確定要動手嗎 本公子何懼只有 動手 小姐 就你這種貨色 也配當神劍的主人 來人 你廢物扔出萬寶寨 歐陽梅 你別欺人太甚 你別忘了 萬寶寨的背後 可是金城萬家 腦子還有太子撐腰呢 萬家算了你 弄機給我搶回來 你多欺少 骨齒至極 本王最恨你們這些 仗是欺人的狗東西 又是你這個廢物 你還真是閒著沒事幹 非要找死 本王想幹嘛就幹嘛 關你屁事 既然你一心找死 我就成全你 殘劍 殺了他 不退就死 一個五把前五 你敢在這裡亂叫 給你一次機會 現在跪下求饶 還可以饒你 你希望你的功夫 和你的臭丫 一樣 就我自己太狂了 竟然敢在殘劍面前 這麼囂張 好 動手啊 不是他不用的 是他動不了手 動手 有數 竟然還會有數 夜天 在女人背後的廢物 皇室的臉都被你丢光了 欧阳磊 你現在要麼走 要麼走 三皇子就在雲中 你不敢動我 你這個蠢蠱 活著就是浪不空氣 好 很好 我看你還能嚼張到什麼時候 立刻把龍幾根血龍聲還給我 這就當做你們對我的謝意 混賬 這可是五百萬兩換來的 你出手一次要這麼貴嗎 我沒有揭穿你的身份 已經是天大的恩賜 還要跟我討價還價 況且你已經命不久矣 就不必在意這些身外之物了 竟敢詛咒我們公主 找死 公主 你這是怎麼了 夜天你要做什麼 夜天把藥給我 要想公主活命 就別給她吃這個東西 古充已經清入你的臟氣 所以才會這麼孱弱 古充 你胡說什麼 這是大祭祀專門給我調製的藥 怎麼會有古充 要完一久的話 你們自己看看吧 這怎麼可能 公主 公主 你既然能看出公主的病 就一定有醫治的法子 求求你救救我們公主 妖月 打一盆熱水 再來一塊鮮肉 和我的工具過來 橫兒 黃祖母 從小最寵愛的是你 這皇位啊 早晚是你的 皇兒絕不辜 黃祖母的期望 報 欺騙皇太后 太子 雲州方向欧雅來傳來消息 血龍蜜被九皇子奪走了 混賬東西 歐陽雷這個廢物 連個血龍蜜都搞不到 夜天啊夜天 是哀家 小瞧了你 傳話給歐陽雷 不惜一切代價 殺了九皇子 奪回血龍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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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殿下 工具來了 天啊 天啊 怎麼會有這麼多古城 再晚一點 古蟲到達心臟 就怕是神仙也難救 古蟲現在已經全部清楚 在這段時間 它身體很虛弱 你們暫時住在這裡吧 多謝殿下救命之恩 殿下竟然還會醫術 你到底還有多什麼女男主 這位公子究竟是何人 殿下為何如此上心 她呀 就是樓蘭的公主 什麼 樓蘭公主 她不是絕世仇女嗎 而且 她是我們的敵人 你為何要救她 要想成大事 就要集合 所有一切能集合的理由 神機閣影堂堂主一封 參見少主 來的還挺快的 什麼狗屁少主 就是貪扶不上牆的爛泥 龍玄 你沒有資格評判少主 一個廢物而已 你還真拿著當回事 龍玄 你也太狂了吧 老夫 深問武堂堂主 如何能臣服一個 不如自己的廢物 龍玄 你不要得寸矜持 小心我的大寶劍 砍你的腦袋 三大堂主中 武堂堂主的心氣最高 其實力也在無綁之上 龍玄 本王只問你 臣服 還是 花毛小兒 想讓老子臣服 你還沒有這資格 龍玄 我今天非要好好教訓 教訓你 龍玄 嶺峰 良秦責目而去的道理 你不知道嗎 龍玄 你這個無助無益的咬人 鐵天 趕緊交出神機令 饒你不死 龍玄 你要是能接我三招 我可以可 啥 冥滿不靈的廢物 本大爺現在就送你上路 殿下小心 这 这怎么可能 这 这就赢了 殿下到底隐藏了多少事 既然连龙玄都不是对手 龙玄 本王在最后问你一次 臣服还是死 喂 你敢动老子 整个武堂就要乱做一团 搞不好 神迹哥都得完蛋 少主 鲁拳杀不得 也惊你大爷的 武堂堂主 以下坏圣 死罪 尹峰堂主可有意义 愿听少主吩咐 如此这般 武堂大乱怎么办 武堂之位暂且由你 如有意义 杀无赦 要讲成事 我们需要的是百分之百的护刀 尹峰堂主 你可明白 属下明白 属下从此刻开始 一切属于少主 生命也愿给少主 好 起来吧 你速去京都 把爵士雪龙身送到母亲手中 要发生任何意外 整个影堂就没有屏子的医药 属下遵旨 不过还有一事 欧阳家主欧阳雷在云州神机阁分部 打听 打听三皇子信息 这个欧阳雷还真是嫌自己命太差 下次选个小点的刀剑 堂堂神机阁 效率这么低 欧阳家主 稍安勿躁 刚才喝了杯咖啡 耽误点时间 属下 见过大人 大人 可算来了 只要能给我邀的信息 我愿意 重点抽现 不客手 欧阳家主 真是财大气粗啊 这声音有些熟悉 好像在哪儿见过 三皇子早就到了云州 但始终不见踪迹 还请大人告知我三皇子的踪迹 好说好说 一百万两银子 难道是一千万 大人你没搞错吧 问个信息这么贵 这可是皇室的信息 身为皇子 这个价格很正常 如果大人觉得贵 出门多转 一千万就一千万 能找到三皇子 话费再多都知道 三皇子 现在在什么地方 三皇子已经住了云州 你要找他 恐怕为时已晚 竟然走了 也是 三皇子要是还在云州 叶天这个废 怎么可能那么嚣张 还有别的什么事呢 大人 还请神机阁 帮我杀一个人 九皇子 叶天 等 可以啊 不过这次 要这 好 就一千万 你只要大人愿意出手 一万万两百银 也行 我这次要的 欧阳家里 全家的 什么 你看玩笑吧 朱砂皇子 这 要你一辈子的积蓄 不过 你怎么不去讲 这样给杀了我有什么区别 还是那句话 如果觉得贵 你想到 你们神机阁如此恶人 是要垫大欺客吗 会长 灭神机阁 炒死 恶人 欧阳雷 人心自问 你哪笔钱是干净 你背靠太紧别的 你勾结外邦 你所有的钱都是边境的血流内 你还有什么脸 在这个大人做 你到底是什么人 你怎么知道这些 竟然要杀了 连我事实都不知道 是你 怎么会是你 副庄攀排了 本王不仅是大夏九王主 云州王 也是神机阁少主 废 是神机阁少主 绝不可能 一个狡猾的杂碎 原来你一直在比赞 我是太子殿下知道了 一定让你这个杂碎 无处对行 你觉得他会有机会知道 难道 你还想杀人灭口 明日五皇子就会到云州 那好日子就到头了 云州富商欧阳雷 勾结外邦 致使我大夏死 伤无数勾结太平 起步谋杀皇室血脉 今处于死心 斩力语 叶天 你赶死 来人 老老个腿 隐风 叹剑少主 隐藏主该怎么做 最行 许下明白 欧阳家从此 事件除名 殿下 五皇子明天就到云州 我们需要做什么 老蚁而已 还只可 少主如此杀伐果断 并能光复大秦 这次可多亏了 叶天 要不是他 奴婢可能就再也 见不到公主了 见父皇 当面揭穿 大祭司的狼子之心 公主 此时不是良机 你身体还很虚弱 父皇对大祭司 过于信任 他不知道 大祭司的真实面目 必定会出大事 你要是不怕死 随时可以回 叶天 你该不会以为救了本公主 就可以指手画脚 你随时都可以离开 但是 你可要想清楚 你回去 对整个楼兰局势 有半点帮助吗 我戴丽丝 身在楼兰 长在楼兰 就算死 也要死在楼兰 而不是你们大厦 好一个巾帼不让须眉啊 戴丽丝 本王对你 越来越感兴趣 三日之后 本王亲自送你离开 不过在这之前 本王有钥匙 要和你商量一下 说吧 什么事 你要干嘛 穿人之威吗 穿人之威吗 是又如何 混蛋 无耻的灯徒子 公主殿下 本王今天亲自来 有两件事情 就跟你商量一下 第一件事情 想跟你成立 攻守同盟 一方有难 一方必须帮助 就你 你不觉得很好笑吗 你不过是大厦 最废物的九皇子 你有什么本事 能帮助我 跟我合作 你绝不吃亏 我的能力 超乎你的想象 要不然 我也不能那么轻易的杀掉三皇 什么 你连亲兄弟都杀 我要是不杀他 他就得杀我 你真的太可怕 第二件事呢 第二件事情 需要 你要干吗 无耻 你现在 进入 重近以后 无耻的灯徒子 昏 殿下 五皇子率领铁浮屠 已经进入刺激屠 命你现在就过去接纸 容易 五皇子 叶天那个废物 越发的无法无天了 不仅当众顶撞欧阳家属 还杀了全死 五皇子 你可得为我们做主啊 放心 本王必定会替你讨个公道的 多谢五皇子 为臣愿为五皇子和太子殿下 鞠躬尽瘁 死而后 本王和太子殿下 不会亏待你的 老五 父皇还没死 你就这么着急接到影师啊 叶天 事到如今 你还不得悔改 今天 就得为我惨死的儿子藏命 悔改 本王只是杀了一条畜生 为什么要悔改 废物东西 三哥失踪 你不闻不闻也就罢了 还在这里寻衅滋事 草贱人命 叶天 你是在挑衅本王吗 挑衅 我为什么要挑衅一条狗啊 混账 竟敢如此侮辱五皇子 你这个不忠不孝之徒 就应该被轮轮打死 人家乱藏港 为业狗 你 我们兄弟之间说话 轮得到你个口 东西插嘴 叶天 忘记告诉你 装逼可是需要资本的 叶天 为他接旨 这圣旨 本王不接 竟敢抗旨不接 本王 现在就治你一个大不敬之罪 西听尊便 很好 奉天全运 皇帝赵约 九皇子叶天 在云中四一方围 这三皇子失踪 献勒令 叶天在七天内交出三皇子 否则 杀无赦 我还以为 你们能给我带个谋法 看来 还真是高宫 交出三皇子 那本王把你救地合杀 来人 是 殿下 我们 老五 我劝你 最好让你的手下 安分一点 否则 后果自负啊 叶天 你脑子进屎了吗 现在 你不听五皇子的话 就只有死路一条 把这废物东西 抓起来严价钱分 是 九皇子 得罪了 都给我住手 五皇子 叶天 我皇子 这到底什么情况 苏家大小姐 别来无恙啊 我也不想杀了九皇子 只要他肯交出三皇子 我可以考虑 留他一条活路 恐到我 虽然你长得丑 想得倒是挺美 叶天 你给我闭嘴 如果不是我毁婚在前 本姑娘才懒得管你这档子破事 乖乖叫出三皇子 本姑娘 保你无恙 三皇子就在城外 你们那可以派人去训 这怎么可能 三皇子如果就在城外 怎么会了无音讯 死人 怎么会有音讯 什么 你杀了三皇子 他不仅仙我 还意图强奸我侧妃 本王杀他不应该吗 做的这些可有证据 你个畜生 连亲兄弟都杀 你的心到底有多狠 欧阳磊勾结外邦 贩卖军械机密 本王把他全加了 你是疯了吧 这每一件都是初联九族的大祟 你 是要造反不陈王 先是当朝三皇子 云州第一家族 你的死鬼 死一万次都不足惜 来人 小镇的犯上作乱的这次 就该当地格杀 激烈我三哥的亡魂 等等 我觉得这其中必然有什么误会 叶天如何屠杀了三皇子 又如何屠杀了云州第一大家族 误 什么误会 你承认了 杀害皇子 沃害别春 像这种废物 就该死一万次 王武 既然你就说到这儿 那要不 哎 别想 无论你做什么 没有死我一条 是 世界终于安静 叶天 你是疯了吧 情感当中屠杀皇子 快 杀了他 为五皇子帮处 我看谁敢 五皇子 是陛下亲户的云州王 你们想下犯上 如连酒屋吗 叶天 你如此残暴 天下人人不得出之 你大可以去搜索 搜 我 阴险阻险 小姐 这家伙胡言乱语 不可信 苏姑娘 大声地读出来吧 让这些我国的精锐将士 评判一下 有没有冤枉他 老五 此番云州之行 请云州刺史配合你除掉九皇子 如碰到镇国公之女 苏之威 我不能围围 波索 杀质 嫁祸楼兰 如有必要 途径云州 见字如面 太子夜恒清闽 怎么会这样 字字句句 你苏紫薇看得清清楚 这样的人 但王是该杀 还是不该杀 胡说 一定是你勾结苏紫薇 栽赏 嫁祸于五皇子和太子 王府瑶 你敢不敢让我 搜搜你的抚伤 看你到底收了太子 多少好处 还和外邦 有多少勾搭 胡说 你胡说 王府瑶 我早该杀了你 云州边军就在关外 不过你们能顾抗 三十万云州边军到 只有此路以来 现在放着兵器 我还可以饶你们一命 到时候 苏紫薇在陛下面前 还可以 与你的既往不救 甘请殿下开恩 甘请殿下开恩 将这个混账东西 一定杀了 不 你们不能杀我 我可是朝廷命官 把这里清理干净 苏紫薇 你跟我来 小姐 叶天 你可真够能装的 折服这么多年 终于爆发 你是要剑指东宫吗 唉 也只是为了自保而已 要真有机会做皇爷 谁又 论心智 你不如太子深臣 论权势 太子已经拉拢大侠 上下多数官员 你拿什么和他斗 你杀了三皇子和五皇子的事 一旦败入 你只有死路一条 所以 我想起了苏 你选太子 还是我 我要是不选你 是不是今日 我就出不了这个门了 放心 我绝不会勉强 就算你转过向陛下笔告 本王子做所为 本王也绝不会对你努力 殿下 万万不可 你觉得 一个凭自己写 骑兵略的骑女 会没有在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就察觉三皇子已经死了 从第一次见面开始 你就极力帮我营造 三皇子没死的家乡 甚至 为了保全我的性命 不惜跟我退婚 脱离太子的视线 看来 我的母上 已经开出了非常优温的条件 九皇子果然起敏过人 不错 秦贵妃的确找过我们 我本还在犹豫 直到你逃离死结重新出现 我才确定 这双生意 可以谈下去 母上究竟开出什么样的条件 郑国公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根本没有必要 参与这个皇子夺敌 不止你不懂 我也不懂 你那母上何等的迷人 竟然让这么多人 为他封 为他死 还为了他放弃整个天下 有没有搞错 竟然吃上母上的 说不正事吧 皇帝现在病重 你随时都可能撒手人坏 你若还不回去 等太子得事 你必死无疑 殿下过好了 戴利斯接到楼兰的消息 楼兰大祭司叛变 他带的侍女已经离开了云州 他这个你们 这个是 去干什么 回去就送死 还是被骂 我们去楼兰救他 禀报上主 皇宫传来消息 皇上命中 先命所有皇子回宫 什么 太子竟然下手这么快 殿下 我们现在赶往皇城 不可 如果我们现在回去 太子一定会在归途中射出 到时候我们一定会中了他的圈套 本王岂是怕他们这些气 我们现在立刻赶往皇城 李方 你派人前去楼兰 势必帮戴利斯 我等皇位 对 皇子墨 验天已经在返回皇城的路上了 他竟然还活着 看来 他的实力 没我们想的那么简单 皇祖母请放心 他不可能活着进入皇城 皇城周边各个爱口 都布满了我们的人 他若敢来 只有死路一条 苏小姐怎么不与我们同心 你是不是傻 发不得身边多一个情敌 好了 苏小姐还有重要的事情 到时候 我们会在首府公孙康的晚宴上见 公孙康 他不是太子党 殿下为何要去拜访他 朝中的半数官员 都是皇子墨的学生 要想除掉太子 必须阐住公孙康 内下不好了 前面有人拦路 太难道了 此路 为者斩 竟然是黑杀 杀手宝排行第三的高手 竟然请动了这几杀手 他们黑杀 打不我 黑杀目标 从未失神 黑杀 你是来刺杀本王的吗 你刺杀你 你也配 变成了 你只战争了 你也许死在我的战争了 也是一个废物皇子的平心 黑杀 你好大的胆子 竟敢当众截杀大厦皇子 并非有皇子吧 死了 也就死了吧 不过是烂泥里的屈仇 竟敢折辱殿下 简直是找死 黑杀 本王今日为止 越想见习 太子给你多手 给你双倍 这钱 你还是留在黄泉路上花吧 我黑杀 从来不使愿 银湾不离的脚 冯小姐 今日就送你上路 你们这群废物还敢燃至黄泉 今天轮到你了 今天轮到你了 走 啊 又为 没想到你竟是 大秦玉陵军首领 玉龙城的后代 殿下 你为何会这么问 姚月 陪我在这皇城 大闹一出 纵使神死 五王 也要轰轰烈烈 老爷 大事不好了 何事 救皇子带人进皇城了 是 谁 没啥也是 没叫 即可进宗宫面见太子 门口的客人 有什么事 直接进来便是 牧少 天儿 我的天儿 天儿终于回来了 天儿 你瘦了 这些年 都怪娘亲不好 让你去云州受苦了 娘 你放心 你放心 寒儿一切都好 这是现在实际成熟 是时候就太子一派 宣战 老臣公孙康参见九皇子殿下 栩栩中秋家宴 能够请到九皇子大下光临 玉府真是彭壁生辉啊 九皇子 请 今夜中秋佳节 就恰访九皇子返京 周车劳顿 老夫特被此薄艳 招待不周 还望九皇子 物贯 收服大人 心了 九皇子殿下 老臣苏定恶 见过九皇子殿下 苏大将军 允礼 九皇子 请 诸位请啰嗦 九皇子 老夫心内有几时不明 还望九皇子能够解悟 收服大人 再说无妨 三皇子五皇子同赴云州 为何这几日 无许接悟 收服大人何出此言呢 难道是这三皇子 五皇子的失踪 和九皇子有关不成 那自然是不敢了 只是 这云州境内 刺史诗连 三皇子五皇子 神秘失踪 云州第一大家族 欧阳加倍徒免 而这九皇子 却能无善其身 着实 没准是本周的命大 好一个命大 你在云州的一举一动 存在老夫的视野当中 你真的以为能够门通过 你说呢 黄刀 什么 黄刀 你竟然是太子身边的人 你 你这个盼主 黄刀自始至终 他就是我们 折服在你们身边 不过就是想要得到 我们想要的情报 大姐 老爷 老刀 对不起 老刀 说吧 三皇子和五皇子的事都 是否和九皇子有关呢 老刀 说 首府大人问你什么 老刀 说 有些人呢 是皇子 是 回首府大人 我们在云州 并未发现三皇子和五皇子 胡扯 老刀 你想背叛太子吗 我说的每句话 句句实实 一派无言 老刀 五皇子可是太子派去云州 刚才你说太子派五皇子去云州杀谁 首府大人 接着说呀 为什么话说到一半不继续了 我好像听到首府大人说 太子派五皇子去云州 好像是要杀我们九皇子的 好 很好 看来你们早就都不在一起了 苏立哥 定是你暗中写的不是个废 否则他早就死了八百回了 哼 你们太子一打 自无忌惮 滥杀无辜 而今还妄想谋害我大下国皇子 果真是好大的胆啊 这就大胆了吗 好戏还在后头呢 一本 首府大人 你真以为本王今夜前来 就没有半点准备吗 就算你准备了又能 你能敌得过府门外的三千语林军 苏立哥 你没有选择太子是你这辈子做的最大的错误 公孙苏 公孙苍 你好大的胆啊 怎么 你这么做 就不怕有朝一日传到陛下的耳朵 到时你会被念九毒的 笑话 你觉得你们的死讯会传到陛下的耳朵中吗 来人 马上射杀这群蝼蚁 你敢 你就像一只可笑的小蚂蚱 上断下斗 我真想给你 死到临头了 孩子 实话告诉你 今夜 就是太子大事将起日子 我把你们启示死 就是为了把你们这些残党余孽一网打尽 为太子登基扫平障碍 如果是一年前 那我可能真的不复习 恰恰的今夜 反而是你 百变鬼参见少主 狂刀 狂刀居然是假的 公孙大人 这个惊喜 你可还满意啊 连自己的下手都认不清楚 你说你是不是一只知己啊 叶天 你早知道狂刀是太子身边的人 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 放长线 才能吊大雨 可惜你现在明白的完了 整个守护府已经被围得水泄不通 只要你们感动 马上就变成刺猬 真搞不懂 太子有你这种蠢货 是如何登上太子之位 好 本官现在就送你 去阎王这装兵 是神机阁的 我神机阁要造反吗 万三千 你也是皇城里最大银庄的老板 这事你 自找命官相处 那可是杀仇的大罪 担待得起吗 你杀我们少主 我万三千 岂能袖手旁观 神机阁 隐唐唐楚 你送 神机阁 玉唐唐唐楚万三千 见过少主 什么 叶天 你居然是神机阁的少主 这 这怎么可能 神机阁的两位唐独 万你叫少主 这不可能 颖唐掌管情报 天下情报 皆出自颖唐 玉唐掌财 仅玉唐的财富 就比大下国多 万你叫少主 这不可能 重新介绍一下我自己 我叫叶天 当今陛下 第九子 云周王 同时也是神机阁少主 这些 都是我的手下 怎么收服大人 还有任何疑问 真是 三皇子 依然被你所谋害 你这个师兄的狂妄 就个千刀万国 就允许他们逃都害我 我就不能还手吗 你少血口喷人 我们何时对你下路 公孙康 当年是你把毒给我的 鱼一灰 你明白吗 你别忘了 你有经历 全靠我跟太子 公孙康 你还记得当年雪帝 救你的崔夫人吗 你什么人 大秦玉林军统帅 玉龙成是我的父亲 大秦三千剑士之首 沐玄姬是我的母亲 我是谁呀 当年你毒死我全家 大秦皇城掀起了一场瘟疫 而我因为外出有血 而逃过一劫 你就是个畜生 你是一层城的呢 大秦玉林 来人 来人 把这个前朝的余孽给我杀了 孙康 当年你一手绝护计 令我秦东满城白骨 方圆千里 无意活人 令我大秦兵节节败退 兵败如山倒 你们都是前朝的余孽 叶天 你可是大下的九皇子 难道你也要造反吗 啊 造反 孙康 睁开你的狗眼看看 北方大汗将至 刘明一死而死 南方水灾泛滥 他们居无定所 这样的太子和陛下 还真的我们效忠吗 你们这些前朝余孽 乱臣贼子 说定啊 你还在这儿站着干什么 赶快把这些乱臣贼子 都给我杀了 我呸 而等这种人杀 也配讲老公做事 正如刚才九皇子殿下好言 这样太子和陛下 不要言吧 这些乱臣贼子 今夜就是太子大事大起之时 你们就等着被逐灭九族吧 好一个人 既然这又为故 就麻烦你送首府大人上来 不能杀我 不能杀我 余为 九皇子 叶天 你们不能杀我 余为 你们不能杀我 不能杀我 参天少主啊 两位堂主 宫里传来消息 皇上驾崩了 什么 太子竟然动手 如此之快 殿下 现在怎么办 以老臣之见 殿下应该速速回宫去 依我看 帝主 太子若想当机 必须在皇殿里 为了祭祀 天色不早了 阿强 早下休息吧 上手 你觉得 这叶天 未来 会是位好皇帝吗 父亲 我相信他 他折服多年 世人白眼 他都遭受过了 此人心性 也非常人所能及的 为父 自然相信 女儿你的眼光 好 那就让我们这次 任性一把 皇上驾崩了 皇上 皇上 昊儿 你难道一刻 都等不了吗 你就这么着急 母后 十年了 我等得太久了 现在大象满地闯笔 难道我要等到 天下大乱 再做皇上吗 此事一旦事发 那可是杀头之罪啊 那又如何 父皇已死 我就是姓王 谁能奈我何 殿下 你 你干什么 放开我 你放我下来 殿下 殿下 你 干什么 干什么 明天的生死都不知道 自然 是行极乐之事 你 我 départ 我 你 是 我 你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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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陛下昨夜暴毙身亡 本宫痛心疾首 然大夏不可一日无君 还望众爱卿以国事为重 尽力辅佐新皇 恳谨听陛下遗旨 先旨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 朕次继位定一十九彩 也不能寐 然江山社稷不可一日无主 幸有第二子民恒 德才兼备 若朕不起 则皇位由二皇子夜恒继位 钦此 无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这份诏书本王不信 你怎么还活着 秦贵妃 看看你生的好儿子 竟敢在陛下的灵堂上大呼小叫 启禀皇后 本宫以为天儿只是想见父皇最后一面 并无过错 一个成天只知道吃喝玩乐的废物皇子 也配见父皇 我不配 难道你这个师父的腻子 叶天 胡言乱些什么 叶天 你少炫口喷人 这样说 眼里还半点有父皇母后吗 还有我这个未来的天子吗 未来的天子 你要当皇帝 第一个不答应 叶天 你这是要公然造反不成吗 大统领 把他给我拿下 关门 住手 苏将军 你这是什么意思 回神以为 陛下忽然暴毙 其中定有蹊跷 老臣应该查明真相 他分明就是胡言乱语 郑国公 一个废物皇子说的话 你也听到 你们如此激动 莫非是在隐藏什么东西吗 有其母必有其子 你们一群群简直就是疯了 衡二代当今太子 陛下之死 有什么可隐瞒的 既然如此 那为何不能开关一宴呢 绝对不行 陛下已经闭天 难道你们还要 陷渡陛下的龙体不成 今天 你是宴也得宴 不宴 也得宴 滚看 我看谁敢动陛下的官果 傻无赦 皇后娘娘 爱此殿下 死者为大 何况是一国之君 如若陛下真是被旁人所害 我们这些做臣子的 你当即陛下查明真相 严厉凶手 公孙康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既然守府大人都这么说 皇后 太子 你们还有什么意义 延天 绝不会让你开关夜市 大统领 将这几个妖言惑众之人 给我拿抢 御灵君请令 立刻把这些乱臣贼子 全部拿抢 皇后这是心虚了 皇后可以问问在座的各位 微臣以为 九皇子殿下 严其勇 陛下忽然暴 其中定义 应该是 微臣负义 臣的负义 反了 全都反了 你们这是逼公造法吗 别忘了 本公是太子 父皇必天 离有我当皇上 来人 把这些叛国义贼 统统拿下 御灵君 立刻把乱臣贼子拿下 我看谁敢 保护的虎奔军 早已在城门口诛扎下 昌若儿等胆敢往前半祖 杀无事 太子 现在认负乎 才为始步 待会儿死若 查明真相 你若查 那便查好了 可如果 什么都没查出来 知道是什么罪过吗 本王 任凭皇后和太子处置 很好 九皇子 那就请大显伸手 幸亏母后留了一手 雁田 今天就是你这废物的死期 凡是中毒生死者 以银针刺猴 银针 必会变黑 若陛下是中毒而亡 也会如此 这怎么可能 银针 你都看到了吧 父皇没有中毒 一切都是你在这妖言获重 企图嫁祸本宫 来人 将这个九皇子拿下 押入天牢 慢着 大家别被骗了 这棺材里的人 根本就不是笔 银针 你闹够了没有 先前说父皇中毒 现在开关也诗 又说棺材里的人 根本就不是父皇 到底居心何在 不 拦住他 这不是这个 让老夫看看 周围大人 你们可是 官国之中并非比 少命太监 尊大监 这不可能 一切都是夜天施展的妖法 他使用妖术 太子殿下慎言 九殿下所作所为 一言一行 都在我等的视线之中 谈何妖术之说 你们这是要造反 逼宫不疯吗 难道皇后到现在 还要睁眼说瞎话吗 秦娥 你一个贵妃 有什么资格跟本宫说话 眼下陛下并天 却不见尸首 皇后 你难道就不该 给大家一个解释吗 陛下的尸首在哪里 劝你 赶紧实相地交出来 我们 皇后 太子殿下 你们真以为 可以一手说天吗 你给我闭嘴 父皇必天之后 我就是姓皇 我就是九五之尊 狗屁的天子 这个师父的溺子 也配叫天子 你有证据吗 好 那本王 今天就给你证据 孤孙康 把我们 在王府上搜到的东西 拿出来给他看看 是 少主 孤孙康 你不想活了吗 你别忘了 这一切都是你策划的 太子殿下 你看 我是公孙康吗 这不可能 你看 我像你的公孙康吗 怎么会这样 太子 需要本王 亲口把你们 手辅的密信 除给他代替 太子殿下 事到如今 你还有什么话好说 还不快快束手就行 没错 是本宫杀的 杀了又如何 天下 是我大下的天下 除了夜将人 不能被代替外 谁都可以被代替 铁灰一盒 在 把这群乱臣贼子 究竟状罚 本宫要零千继位 玉林军听令 立刻把这些 略臣贼子 全部拿下 而能要干什么 太子 你当本帅的虎奔军 都是吃醋的吗 等你的虎奔军赶到 你们都变成尸体了 父皇死了以后 我就是新皇 我就是九五至尊 皇上驾到 陛下 皇上 陛下 老的可真热闹 陛下 是我们想求了这个 陛下 父皇 你以为儿臣 不想跟你养老送中吗 儿臣 已经坐在太子之位 十年了 我等得太久了 你就要求我吧 你个逆子 来人 赶紧把这个逆子 押入天牢 休后问人 陛下 陛下 不要 皇上 请你的牺牲不容我 老的其实 桑石谋杀父皇 没想过父皇是个生父呢 皇阵之意 皇后无德 不染指皇权之争 免除皇后之位 押入天牢 诺后问斩 皇上 父皇 陛下 儿臣不服 你们是不是都很好奇 朕为什么还没死 朕已经命运久矣 并用替身假死 想看看各位皇子的反应 以便选出一位名举 可惜啊 叶田 你告诉朕 你的三弟和五弟 是不是你杀的 是 为什么 他们可是你的亲兄弟 你怎么下得去手啊 杀人者 人横杀之 这有错吗 只允许他们偷毒害物 我就不能还手吗 朕的皇位 就这么一人争夺吗 朕有九个皇子 如今只剩下三个了 你 你们 首府共存康 云州刺史皇甫瑶 难不成也是你杀的 是 你们撞了这么久 花了这么大的心思 就是为了要朕的皇位 父皇 你看看现在天下 还是百姓们想要的那个天下 现在大夏 全国到处都是灾难 北方 大汉赤地 南方水灾泛滥 百姓们一死而死 无处可归 父皇 你难道心里没有半点惭愧吗 弟子 来人 把这个逆子 押进天牢 陛下 万万不可呀 父皇 恐怕今天 都不得夜天 你什么意思 神机阁 玉堂堂主万三千 见过少主 父皇 到现在 你觉得自己 还有半点上钻吗 没想到 你竟然是前朝余孽 神机阁的少主 那你是 不错 我就是神机阁阁主 反了 真是反了 苏定恶 把这些乱臣贼子都给这杀了 陛下 听老臣一句句 您也该一样千年了 你个老匹夫 难不成 你也想造反 臣女苏芷威 代表苏家 及苏家记下学功 支持九皇子 登基称帝 苏定恶 苏芷威 知不知道 你们在干什么 陛下 曾次臣女分约 将我许这个九皇子 我当然要支持我的夫君 朕 治理不好这天下 你这毛头小子就能治理好 朕不相信 朕不相信 有何不信 神机阁有三大可 玉堂 目前的财富 是国库的数十倍 本王 可以平定大厦的所有灾难 影阁 可以刺探情报 贪官无礼 无处遁刑 武堂 人人都是高手 本王有些心 可以打造一个不一样的时代 农敌 蚂蚁 揭克当品 父皇 你可相信 恳请陛下 为天下万民考虑 如今万民 早已在水深火日之中 陛下 难道眼睁睁 看着天下大乱不成 恳请陛下 让九皇子登基称帝 请陛下退位 恳请陛下 退位让贤 臣 恳请陛下 善位 让九皇子登基称帝 你们 这是要逼宫吗 都到了这个事 真的要眼睁睁 看着天下大乱 看着大侠 被那些蛮衣小妻 待见 你才甘心吗 他到底是不是 朕能绕 陛下 请而对不起你 朕能不能不如他吗 啊 朕难道对你不好吗 啊 你说话呀 反了 都反了 你们居然逼朕 让位于一个前朝余孽 让他来继承朕的皇位 这怎么可能呢 朕怎么可能会答应 这大侠 会答应吗 楼兰公主 驾到 这是怎么回事 他怎么来了 我是戴力丝 楼兰的新皇 我代表楼兰 支持九皇子叶天 当机称立 楼兰愿福寿成成 不可能 不可能 你们楼兰 怎么会臣服于他 不可能 不可能 叶天 既然君不父母 助我职场 君之大恩 与我无以为报 便用作万里江山的命 自身为美 过来 降与其 答不答应 我答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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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人 我答应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